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五角大楼判断出它是洲际导弹 飞行距离大概是1000公里 最后调到了日本海 这是在9月之后 作为朝鲜第一次发射洲际导弹 到底具体什么样的目的和它到底最终是什么样一个说法 没有任何解释 还没有解释 那从它飞行的距离角度来讲 飞行力1000公里来讲 应该讲说 应该是讲是成功的 日本人讲 美国五角大楼讲说 对这个 这是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讲 对日本和美国本土没有任何威胁 整个飞行距离 透过日本的NHK的这个频道 报道说 大概50分钟 它距离日本的叫青森县 210公里的位置 也就日本经济专属区的位置呢 追入到那个海里面 所以这是应该讲 他的沉没了将近两个月之后 两个月吧 沉没两个月之后 那金正恩再次试射导弹 到底是打击美国 还是冲着中国而去呢 各自都有各自的说法 美国人讲 从美联社的角度来讲 说认为是韩国军方进行精准打击 精准打击导弹试验 导弹演习 金正恩是对此作为的回应 那感觉起来呢 可能要他针对美国日本韩国的说法呢 可能要弱 那更多的人 我觉得是针对中国的说法可能会强 另外人认为说 美韩将进行危期五天的 叫做警戒王牌联合军事演习 这个说法 大概12月4号到8号 参加演习的大概有200多架飞机 包括首次部署在韩国的F-22猛禽战斗机 那这是美国跟韩国 其实在军事演习上 他一直没有停止 一直没有停止 所以你说是针对这两个 我个人觉得从美韩来讲 他可以这么讲 另外美国人曾经有的动作 就是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 大概一周吧 宣布了对一个中国人 13家实体 包括四家中国贸易公司 和20艘船只 列入了美国的制裁的名单 进一步要求朝鲜方面 执行联合国的决议 就是在朝鲜半岛实施无核取 所以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 看到说法 有关对朝鲜的制裁 有关对朝鲜制裁 包括美国对中国相关公司 违反联合国规定制裁 其实也不是现在提出来的 针对 针对 针对性很强的 应该是跟对中国的针对性很强 我个人也认为对中国的针对性很强 因为在这个昨天是前天 这个中朝边界的中朝有一大桥被关闭 据说暂时关闭十天 你不好说了 它只是个借口 说是维修啊什么的 但是中朝的这个边界的关闭呢 这个大桥的关闭的背景呢 是宋涛出访韩国 对不起 出访朝鲜 是否见到金正恩保持沉默 那双方没说没见到 但没有任何见到的报道 所以我个人也倾向是见到 因为他确实递交了一封 习近平的亲笔信 而作为金正恩来讲 在十九大他发出贺信呢 这是一种回应了 就变成了有一种搭桥 发出贺信的基础 是在前面的几个月的这个导弹和核实验的基础上呢 那习近平不买账也就显得顺理成章 但是发出贺信总是一个机会 所以在习近平派出宋涛是来兑现对 对这个川普的承诺 而我不认为是他自己主动要干嘛 是对应川普对川普的承诺 承诺 所以没有理由相信他对金正恩是 是服软的 就是说希望祈求得到什么 而是应该是表明态度 日本经济新闻25号引述了一些 中国和朝鲜的外交消息人士讲 朝鲜向宋涛提出了缓和对朝鲜经济制裁的要求 但中方没有答应这一要求 所以呢 金正恩不见宋涛作为回击 那这是一种说法 也就是说朝鲜有要求中方没有答应 那中方有要求朝鲜有没有答应 他也没提 朝鲜在中方特事出发前就向北京提出了要求 交涉如果金正恩接待宋涛的话 中方应该放缓制裁 中方拒绝 那并重申一代秉承双展停立场 双展停立场就是美韩停止 美韩停止军事演习 朝鲜停止核实演和放导弹 而这个说法呢 其实美国人也不接受 韩国人也不接受 所以中国拿出了一个谁都不接受的一个提案 也是 我觉得也是 你就会感觉起来这个 大家的那种冲突的成分更高 各自有各自的利益 但是呢 在这种大的这种框架背景下呢 谁都左右不了局面 从某种程度上 应该说金正恩在左右局面 而不是 而不是这个 而不是习近平能够左右局面 制裁激化了朝鲜的经济困难 这是日本媒体的报道 让企图向中方求助的金正恩很焦虑 而宋涛21号回国 而川普宣布呢 把朝鲜再次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范畴 所以这是前后中间的时间 26号 中共国防部宣布了 北部战区的部队在中朝边界举行 代号严寒2017的实战演习 并且宣布进入作战实施阶段 这个是这么多年都少有的 所以我的说法就是说 他金正恩试射 试射这个导弹 应该针对中国的可能性更大 因为他的射程只有1000公里 射程只有1000公里 这个1000公里对于他的发射 朝鲜发射地来讲 他打击目标是中国的意义就更大 美国之音讲 北部战区陆军78集团军参加 实战的空地对抗的为主的演习 叫做陆航特战等特制的力量 检验指挥员 随机筹划 临机指挥的能力 那五大战区当中的北部战区呢 驻扎在这个 他是哈尔滨市作为他的78集团军的军部 而美国最高的指挥官 军队的最高指挥官 联合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呢 8月份访问过北部战区 那并且在距丹东 就距离海城基地呢 只有200公里的地方来观看军事的训练 这是我们看到 当时24号 这里他在报道中重复 24号 跨过连接丹东和朝鲜新一州的中朝有一家大桥 关闭10天 独卖新闻认为 随后又传出将推迟到下月中旬才能够 关闭到下月中旬 所以关闭10天 修缮的说法是个借口 但一旦关闭就等于变成了切断了对朝鲜的进口 对朝鲜进口全都切断了 变相 我跟大家说 就是在我以为就是变相实施 在兑现向川普的承诺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 就是截止到现在看到的一个说法 陈破空先生认为 他在昨天是前天写了一篇文章 自由亚洲电台 说习近平能否最终打败金正恩 在中朝问题上 习近平屡战屡败 只能最终祭出了经济手段来制裁金正恩 应该这么说 金正恩不尿习近平 所以不尿习近平 那习近平当宣布军事演习 严寒2017宣布这个 宣布这个关闭大桥 这应该说 在他经济制裁角度来讲 应该是相当的严厉了 而这个背景呢 又是在宋涛回来之后 对吧 那按照日本媒体的报道 应该是显示出经济制裁 已经对金正恩产生作用 那也就变成了习近平架马 他在见川普的时候 川普曾经披露过一句话 金正恩试射导弹和核武器 对中国人而言 对中国而言 是一个灾难性的事情 死亡性的灾难性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 在这个 22号的时候 国航 对22号的时候 当时国航还宣布 无限期的停飞 北京到平壤的航线 理由是精英不理想 那实际他还撤掉了 实际他还撤掉了 这个国航撤掉在平壤 在朝鲜的所有办公室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明确的 明确的一种行为了 那中国跟朝鲜之间 基本就是 也是一种完全崩裂的状况 所以在这个 陈沐空先生眼睛里认为 那宋涛 明为十九大劝说 明为通报十九大 实际劝说朝鲜放弃核武器 那宋涛遭到冷遇 拒绝讨论任何 与核武器相关的内容 崔龙海 象征性接见 但朝鲜方面参加的人很少 跟中方代表团不成比例 那而金正恩拒绝见宋涛 后者 这个 后者呢 等了四天 空手而归 在十九大前夕 他也提到 在十九大前夕 金正恩 金正恩同样拒绝了 这个习近平的另外一个特使 叫做孔权 孔权佑 所以那 在前后这一年多时间里面 大概 金正恩拒绝了 三次是四次 大概起码有三次 习近平的特使 那也就大家 那也就变成了 对金正恩而言 有关核武器问题 面谈 所以 那 作为中方 使用经济手段 切断空中 和路上通道的话 他的潜台词就是 习近平要先礼后兵 逼他动手 所以这是 我们看到的 双方的 一个 一个 一个脚量的过程 那 作为这个 作为在平壤 宋涛回来之后 是 金正恩也对 他的军队进行大清洗 他的 总政治局的局长 和第一副局长 都遭到清洗 都遭到清洗 所以 而这些人都是 对金正恩而言 是 是非常鼎立的 但是呢 核心式的人物 但是遭到金正恩清洗呢 没有任何人 没有任何人 这个 说 能够查到 到底为什么 传法中 就是传言中 只是说 这两个人呢 可能更加的亲中一些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也就变成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也就变成了 这一次金正恩 发射导弹的话 对习近平的摊牌的含义 就更深 那习近平打不打他 大家打不打 这只能拭目以待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